大家晚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最近還是很熱 典型的夏季類型 很多朋友中午前後都會開電冷氣 特別是家裡面有年長者 大家開的時候還是可以想辦法省電的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有幾個 居家的降溫的節能的小撇步 我這邊介紹給大家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是如果開冷氣的時候 有這種窗戶 特別是說陽光會曬進來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用一些窗簾來遮陽隔熱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陽光其實在這個時候夏天 這個時候是非常毒辣的 它也會讓室內增溫的 所以不要開冷氣去對抗太陽 這是很耗能的 所以用遮陽這個方式 遮陽隔熱這是很重要的 第二個是增加室內空氣的對流 你可以開電風扇 增加對流 冷氣的負擔不會那麼的重 另外一個是如果還是很熱 可以用這個拖地 讓這個拖地板讓地內 室內的這個可以降溫 有一點濕度的話 其實也有降溫的效果的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把冷氣要定期的清潔保養 像這個濾網 濾網 其實兩個禮拜就要洗一次 因為它會沾 附到很多家裡面的灰塵 這個會阻塞這個通風的效率 所以濾網要定期的沖清洗 還有呢其實冷氣 它有散葉的葉片的 其實大概兩年一兩年就要清洗一次 所以各位呢不妨用這種方法 可以讓冷氣呢 維持比較好的效率 不會浪費電 所以在這個夏天的時候很需要這三種方法 我們最近台灣天氣呢還是熱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邊剛好有個高壓盤距 所以相對之下 還是熱 午後呢西半部有一些震雨 那這個摩羯颱風呢 它大致上還在這邊 各位可以看得清楚 今天到目前為止 還是高低層分離 等於是這個 中心的在外面 主要的雲氣在這個地方 還在整合當中 那另外呢 這個 山山颱風已經插邊 往日本的東北方向去 很快就會減弱 所以這次來說的話 對日本影響沒有太大 但是還是有一些風雨產生 那未來呢 其實還有一些低壓 例如說南海有些低壓 那這邊呢也都還有 所以老實說這邊呢還蠻精彩的 很多的擾動 那未來的情境呢 各位可以看得清楚 這個它本身是弱弱的 沒有很強 所以整個導引氣流呢 因為這個太平洋高壓 預計可能會犧牲過來 所以它就把這個颱風推 往西北方向走 現在有些預測呢 大概就到台灣的北邊 一直到韓國這一帶 這個射程 這個範圍還蠻大的 因為它不是很明確 沒有強度 可能就受到很多系統的影響 所以大致上就往這個地方走 像這個預測呢 就是往北韓方向走 當然 那麼高維度 加上它本身 結構又沒有很好 所以可能很快就會減弱了 我們後續觀察 但是呢各位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未來呢 到下禮拜 這邊呢好多的這個水氣 整個低壓在整個北上了 所以我們台灣這邊的天氣 會稍微不穩定 同時呢也還有一些擾動 持續在發展當中 我們後續呢再給大家來觀察 不要緊張 但是呢其實下個禮拜天氣 可能就會比較不穩定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未來這幾天會下雨 還是一樣 靠山區 中南部有一些震雨 未來這幾天大致上都是如此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那下禮拜呢整個水氣會增多 禮拜四呢其實各地的天氣大致上 晚上都還不錯啦 空氣品質呢有一點這個 為什麼是普通呢 其實還好普通都還好 沒有特別惡化 最主要是陽光很強烈 這個時候大氣的光化反應有臭氧 衍生了這個PM2.5 所以老實說沒有特別嚴重 是普通等級 各位不用都過於擔心 大致上呢 晚上的天氣都還不錯 沒有太熱啦 另外呢明天白天還是一樣 有沒有看到北部35度 其實都35到36度之間 空氣品質呢相對之下 中午的時候白天的時候陽光很大 這大氣光發反應 這個導致的 所以老實說還是要留意一下啦 因為大氣光發反應 晚上的時候 太陽一下山就沒事了 可是 中午前後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還沒有到達不良等級 會敏感族群 這個等級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心 所以大致上明天一樣 西半部有一些 特別是中南部有一些午後陣雨 所以我們給大家的建議 摩羯颱風 西北轉 機會蠻高的 持續高溫炎熱天 南部午後雨 近期呢 擾動發展蠻旺盛的 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未來呢其實 我們還是要開冷氣 既然夏天還要開冷氣的話 可以在居家的 有一些調整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節省能源消耗的 所以請大家一起來做